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今天在这个video 我想介绍一个concept 叫做closing date 在苏格兰买楼 你有时会遇到的 是什么来的 什么时候会用 还有怎么影响买楼的运作 应该这么说 首先是什么来的 我们所谓叫做blind auction 就是一个拍卖 你在那个拍卖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 去bid那样东西 第二 你不知道对方bid多少 不同好像一个传统的白卖 你bid的时候 你看到对方举手 你可以还价 所以你要做bid的时候 要是一口价 就是下了这个价 就没得再还的了 那什么时候这个情况会用呢 就是如果有楼市是比较活 或者有一家屋 有两个以上的人 有兴趣 这个agent 就会和业主 建议他 因为有这么多人 不如建议设定一个closing date 那他们IG定一个closing date 通常都可能前几天 或者一个星期 很少 00比一个星期 因为他想 Voldemort 做多点的所关 cluster 那他枪了ноз 通常都是12點的 即是哪一天都好都是12點 那這個沒有法律的 即是一個practice來的 那譬如星期五這樣12點 那你就要put in你的bid through那個律師 要put in那個bid OK到時到後呢 那個律師呢 會開那些bid來看 那他就會跟那個 即是其實最後呢 就是那個seller去決定 sale給誰 因為他只有一間屋而已 那通常就是最高那個bid 那都有情況可能不是的 都有東西 即是如果所有東西一樣 他當然是看那個價錢 那另外一個factor 就是看你可以幾時搬進去 那可能他很常 那間屋已經是吉了的 他想快些交易 想快些拿到錢 那如果你的dates 你說你的可以交易 是快過別的人的 那可能就會給你 另外一樣東西會看呢 就是是不是cash 或者借貸 當然cash 是preferable 因為借貸呢 那個時間要久一點 還有借貸呢 不知道那個銀行 會不會借呢 雖然可能銀行呢 你給了那個agreement 或者那個decision and principle 你還沒正式去借呢 都還沒知道你借不借到的銀行 隨時都可以說 就是不approve那個mortgage 那可能有些 第三個factor呢 就可能就是 那個業主對你的印象比較好 一般來說呢 這些investment的property呢 就是看價錢 還有看幾時搬 還有有沒有mortgage 那 ok 就是他通常同一天呢 他 12點了 完了 那個拍賣 那通常呢 就那個下午呢 他們就會go through 那些這樣的beat 那那個律師呢 sorry 如果你是成功的 或者不成功的 那個律師呢 就是幫你放那個beat 下去那個律師呢 會被人通知說 你成功或者不成功 那 有時呢 對方就會 說回 就是說有幾多人beat啊 你是排第幾啊 就很多時候就可能 這件事都不說的 那 因為 講明是一個closebeat來的嘛 就是一個blind auction 你不知有幾多人跟你compete的 那 這個closing date呢 影響我的運作 你都知道啦 我平時呢 如果我有個deal 我跟那個agent 或者跟那個seller 直接 agree了一個價錢 那呢 我就出一個deal document 一 通常兩頁子啦 有些相 有些description 我認為裝修多少 那呢 我就會send出去 那呢 你是有興趣的 你投資者有興趣的 你會舉手 好 跟著我會跟你 談 就是問你有沒有借貸啊 你幾時可以complete啊 或者如果有問題啊 我回答你的問題 那因為現在的市場比較活 現在是 你知道啦 剛剛 Brexit是決定了 那呢 現在的市場很活 那很多貨呢 都沒有這個時間 或者對方沒有這個興趣 那很多人都會去跟我agree的價錢 他們都想 拿去那個closing date 那裡去想 其他人跟我爭 令到它會高些 那現在變成一個運作呢 就是 我 那個價錢呢 是不是一個agree price來的 那如果我拋一個這樣的盤 如果現在有一個 property 是有closing date 記住呢 它是很短時間的 我拋得給你 可能只有幾天 就 那個closing date set了的 那我就 如果有 我會給一些indication 譬如好像 那個home report 是 65千的 價錢 那我就感覺 這個區呢 如果你用65千呢 你的機會呢 你的機會呢 就是 譬如 就是 less than 10%的 那你68千啊 或者65至68呢 你就有 68就可能50%啦 65和68就 in between啦 跟著呢 68以上呢 去到 譬如72呢 72呢 72就 應該100%啦 我都是講些 percentage probability呢 你 你幾大贏得到啦 因為大家不知道 那個seal bid呢 是 有些什麼 人去bid的嘛 所以 我是只可以 給你一些indication 那 就up to 你去 定那個價錢 跟你 你有些criteria 你想要什麼yield 那 如果有 多一個投資者 有興趣的 我 跟兩個人 三個人 都 就是跟 individual的投資者呢 就講回 這家屋的好處 不好處啊 要幾多裝修啊 講回最緊要呢 就是 你逼什麼價錢 那個probability 去贏 那樣東西啦 跟著呢 你自己 如果還有興趣呢 就要講個價錢給我 那如果你們有三個人 有興趣的 那呢 我會 有一個可能有借貸 有兩個沒有借貸 我會 用我自己會 evaluate 認為哪一個 是最好機會 去 去 去拿到這個 這個 盤的 我就會 through 個律師 去 make那個offer 那這樣東西 不是guarantee 一定會贏的 那 為什麼不 三個 就是有三個人 有興趣 為什麼不 send三個bit去呢 那你想一下 他對方都是只可以賣給一個人 他一定是賣給最好的bit 是不是 那我們三個呢 就浪費了 就是 那個 律師的時間 那如果有些很接近的 很接近的 我可能兩個都會 如果有兩個人很接近的 分不出的 我 不會 好似 跟你們說 有人 給了68 你可不可以 給多些 我不會去 好似去托你們的bit 托高些 托高些 因為對我是 沒有用的 這樣 因為我只可以賣給 一個 投資者 我最好呢 就是你自己 心中 是認為 這件事 值得多少尺 不用覺得 好像我在給你壓力 喂 有人給68 你是給67個半 你可不可以 多些 然後你又給68千 即是 68千 500 這樣 我又去回那個 68千個人 有人給68千 500 你可不可以 比高些 我絕對不會做這樣 所以 我想你 了解了這個盤 你認為 就是 知道了 這個 盤的資料 你認為 那件事 是值得多少錢 然後我拿這件事 去 考慮 然後 跟律師說 啊 是啊 找這個人去逼 這樣的 如果我在這個影片 講得不清楚呢 因為可能我廣東話 講得麻煩的啦 那 你 儘管 可以 PM我啦 或者 在這個 影片 留一些 留言 那 我盡快回答你啦 OK 希望 這個影片 有用 解釋 就是 closing date 這件事啦 那 那 因為現在呢 市場比較活呢 就 越來越多 這個 case的 那 就 影響我們平時 那個運作 我有一個 deal 給你 那個價錢呢 你給到呢 就是你的 現在呢 只可以呢 告訴你 給你一些indication 就是什麼價錢呢 就 那個機會 得到 就是得到的機會有幾大呢 OK Thank you